很多朋友都知道 新当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苏林访问咱们中国 那么他先是到广州 然后再到北京 大家就有点疑问 为什么苏林 越南的一把手当选以后 首先来中国 我想首先还是中越关系重要 中国是非常重视周边关系 周边当中 东南亚是周边外交的重点 那么其中与越南 我们是很重视的 那么对越南来讲 我想中越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 越南也有不少邻国 但是可能最重要的邻国应该是中国 这是国家利益决定 是地理决定 地理是搬不走的 还有从力量对比角度 那对越南来讲 中国是极端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关系的一个背景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决定 国家利益决定 它第一站要来 那么中越关系的情况是这样 有点复杂 它是我们的邻国 又是海上邻国 又是路上 那么越南应该讲 在东南亚 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国 这些年大家看得出来 越南经济还是不错的了 但是东南亚比较有能力的一个国家 它现在人口超过一个亿了 人口也不少了 地方不是很大 三十几万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一个亿 人口非常年轻 而且呢 因为普及了那个功利教育嘛 所以它的那个素质也还不错 这个又是鲁江文化圈的国家 然后呢 很勤劳 也很上进 所以 这大背景就这样 这国家还是比较重要的 总之 就是把这些合在一块吧 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 就是它的国家利益 决定了它的引导人 出论之后 第一站到了中 它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想第一个 还是要在政治上建立信任吧 我们跟它的前任 阮副仲是关系很好 领导人之间互信很好 它作为新领导人 它必须建立这种友谊 建立某种信任关系 要取得基本的信任 以后就好对话 好解决问题 这是第一 政治上建立信任 第二个呢 当然它希望那个 在经济上拿到一些实惠 它现在有一条铁路 是法国人建的 哎呦那个差的不得了 它非常希望建个高铁 那么过去呢 它有个问题 它内心不信任中国 所以它就找了日本 结果呢 搞了半天 现在黄了 所以它现在希望 我们帮它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 那么我想中国也是 有诚意帮它的 这个 但是我们需要 就是说它也拿出诚意 不是说价格上 不能开天价 对不对 条件得合适 这个 它现在好像价格开得很高吧 而且还有条件 就是说 要我们把技术无产的给它 对不对 反正是这样的 政治上我们要建立信任 希望两国关系稳定 但是经济上呢 还是回归市场 对吧 按照市场原则办 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中国 作为大国 负责任大国 特别重视周边国家的一个大国 我们肯定会给一定的造化 但是也不能太离谱 当然还有一个要求 是不是中国把它建电网 因为越南电有问题 是吧 它这个电力系统呢 是法国人留下来的 后来苏联也帮它改了一下 我们中国其实原来也帮它改了一下 但是总体来讲 跟中国电网没法比 所以它现在要发展制造 也需要用电 这个电呢不足 咱们中国过去已经在帮它 就是我们把广西电网的 一部分电力是给它的 但是它可能提出来 就是能不能支持再大一点 对不对 这个可能它也是会提的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地区事务 双方也可能要谈一谈 我们还是希望整体维持周边稳定 包括南海稳定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就是苏林先生出任越共总书记之后 第一次出发就到了中国 显示他对中国的重视 后面其实原因很简单 国家利益决定了 中国对越南太重要了 是吧 然后他来呢 我想无非是政治上建立信任 经济上要点好处 是吧 然后在安全问题上打成一些共识 这就是我的推算 这就是我的推算